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在城市里面突然出现了一只大大的蜗牛 所有的小伙伴们看见过后都惊呆了 纷纷要骑着他背上去 突然杰弗警长带着篮球走过来 砸向了这个跳跃恐惧蜡布陆薰鸟 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当中 他们要在一起玩游戏 好了这里呢是将他们快乐 在城市里面生活的场景制作出来 上面搭建了很多的高楼大厦 以及周围的一些场地 周围很多的一些 这个我们在城市当中遇到的草坪 树木红绿灯以及街道上面的一些绿色植物 通通的将它摆放起来 那么主要的细节呢就是如何制作这些斑斑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上面有三只眼睛的救治蜡布 这个蜡布呢 这一次和我们看的游戏不一样 它的这个平时的状态呢就像我们人一样非常的拘束 然后呢并没有吃牙裂嘴的把它的这个手全部露出来 它的上面是三只眼睛中间是圆形的嘴巴 它的嘴巴里面的牙齿就像电风扇的这个扇叶一样旋转的 上面戴着一顶帽子下面只需要做两只啊 这个触手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这个家伙名字叫做杰夫井掌 就像是我们看到的小幻熊一样啊非常的可爱 肚皮呢是白色的 身上呢有它的这个毛发是啊这种巧克力颜色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把它大大的嘴巴呢做出来 它的这个给人啊与众不同之处呢就是它的嘴巴真的好大呀 大出了天际 它的脸都快包不住它的嘴巴了 所以也不知道平时它到底爱吃些什么需要这么大的嘴巴 它的牙齿不需要一颗一颗做 直接用一块纸板或者粘土板将它贴上去画上对应的这个线条呢 做一个区分呢就ok了 中间贴一个小星星在它的左边 好的那么看一下戴着帽子 接下来的第二个这个角色啊这应该是第三个了 那么叫做路行鸟路行鸟分两种一种是这个绿色的 另外一种呢是粉色的 那么两种不同的这个路行鸟 到底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呢可以来进行一个投票 大大的眼睛身上的毛发给它塑造出来 那么它们两种颜色不太一样 但是呢个头却是差不多的可以来比对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两种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 粉色的和绿色的大家来投一个票吧 它的除此之外呢 那么大家刚刚还看到的 这边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窝流 它叫做黄金大窝流 身上的并不是这种纯黄的 然后上面稍微弄一点灰色中和一下 然后呢让它的龟壳看上去呢更加的有这种 这个实际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不可能它每天生活在像大城市里面的干干净净的 而是呢生活在一些有着泥土的地方 所以身上不免会沾染上一些尘土 让它的这个设者呢变得暗沉一些 好的 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没有制作就是篮球 那么这个篮球的这个造型呢非常的搞笑 因为呢它戴着墨镜 我们也叫它墨镜篮球 把它的这个线条处呢刻画出来 然后呢给它对应的戴上墨镜和黏土的线条补充就可以了 好的在现实当中来进行一个玩耍和拍摄一些有趣的搞笑的小视频 就能够得到无穷无尽的乐趣 让你的学习和生活之余呢都能够享受到另外的一番风味了 小伙伴们节日快乐希望大家天天开心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更精彩好不好